男人在回家途中经过一条三叉口 他不经意的往右边的小路看了一眼 突然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红指甲 男主前不久跳槽到了这家公司 正好遇到了公司最忙碌的季度 而且因为是新员工 对公司业务还不太熟练 所以经常加班 这下来身子骨就经不住折腾 把自己搞生病了 部长十分好心 让他早点回去休息 所以这天男主就早退了 说起来这家公司的位置十分偏僻 坐落在郊外的山上 虽然有公交车 但因为男主经常需要加班 所以他平时都是自己开车上下班的 去主干道只有一条山路可以走 途中经过一条岔路口 本来只要从左边的那条路直走 就可以很快走上主道 可是他不知怎么的方向盘突然向右转去 而且控制不住自己式的 一直不停的往前开去 将车开进了树林深处 等他再反应过来 车子竟然来到了一片悬崖边 男主赶紧刹车 只要晚了一秒 他就有可能命丧黄泉 男主以为是因为自己不舒服导致的 所以没太当回事 可是这天部长突然问起这件事 部长问男主 他在三岔路口看见了什么 但男主当时昏昏迷迷 什么都记不起来 部长似乎很害怕这件事 他告诫男主 就算想起来也不要告诉别人 原来之前也经常有人在三岔路口走错路 久而久之公司出现了一个传闻 说如果把当时见到的东西告诉给别人 听到这件事的人会遭遇不幸 也就是说诅咒会转移到听到这件事的人身上 很多人因此辞职 甚至有人失踪 男主问部长 那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给别人 自己会怎样呢 部长说只要告诉给别人 他就会没事 不过他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 不告诉别人也不会有什么事 虽然男主并不太相信这个传闻 但不知道还好 现在知道了 心里总是会去想这件事 每次下班回家 经过三岔口的时候 男主都会感到异常紧张 不过好在都有惊无险 渐渐的这件事就被遗忘了 可这天晚上 男主突然被自己的噩梦惊醒 他似乎在梦中想起了什么 而且总感觉屋子里有什么东西 部长极力劝告他 就算想起来了 也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不然听到的人会非常不幸 他应该也不希望看到别人遭遇不幸吧 但男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纯良 在他心里有一个人可以遭遇这样的不幸 这个人就是他前公司的同事 当时男主就是和同事吵了一架 才从前公司离职的 可是他又觉得 即使那个同事肯接听自己的电话 也不会听自己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只好作罢 晚上男主又做起了噩梦 梦里他清晰的想起了 那天在岔路口看到的东西是一个长着红指甲的女人 男主被噩梦吓醒 刚缓和下来 就看到一双长着红指甲的手抓着自己的脚踝 男主吓得赶紧开灯查看 但那双手又立即不见了 这次男主终于不淡定了 他想找部长商量该怎么办 可部长似乎在躲着男主 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了 就在男主苦恼的时候 女同事佐佐木凑了过来 原来那天他在三叉路口走错路的时候 恰好被佐佐木看见了 佐佐木看到他这副样子就知道他肯定是看到了什么 可谁知佐佐木竟然笑了起来 原来他也知道那个红指甲的女人 据说指甲女是跳崖死的 而这是指甲女的诅咒 可传说只是传说 如果听到这件事的人会不幸 那这家公司的所有员工都会不幸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指甲女的传闻 可男主还是很怀疑 毕竟指甲女都出现在他房间了 佐佐木安慰他 应该是他太紧张产生了幻觉 可男主还是有些心神不宁 佐佐木为了让他安心 让他干脆把这件事告诉自己 但条件是周末和他约会 原来佐佐木看上了男主 他说自己有很强的灵力 所以不用担心 看佐佐木信誓旦旦的样子 男主答应了他的请求 晚上男主躺在床上不敢关灯 突然收到佐佐木的短信 他邀男主礼拜六在餐厅见面 看完短信 男主的心情变好了一些 毕竟被一个漂亮女孩主动追求 谁又会不开心呢 当晚男主睡了一个安稳的觉 可周末去赴约的时候 他却发现佐佐木完全变了一个人 蜷缩着一直在发抖 似乎十分害怕 嘴里念叨着他真的存在 并害怕的盯着一个方向 他说这家女就在这里 男主想安抚他 可他刚碰到佐佐木 就看到一只手放在佐佐木肩上 惊得他赶紧放下了手 佐佐木也崩溃的逃走了 那之后男主和佐佐木失去了联系 刚开始他觉得 可能是佐佐木在跟他开玩笑 可那之后啊 佐佐木一直没来公司上班 男主这才察觉到不对劲 这时候部长找到了他 没想到部长一改常态 他主动要求男主 让他把在三岔口看到的 说给自己听 男主十分诧异 原来部长刚来这里上班的时候 也遭遇过和男主同样的事 当时他把这件事说给了朋友和妈妈听 之后妈妈和朋友都变得很奇怪 那之后他也一直想要辞职 但不知不觉他就升了职 一直到了现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想知道支架女到底想干什么 男主在他的坚持下 答应了他的要求 但他要求和部长一起去求证 两人坐上车朝三岔口出发 很快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两人一起朝着右边那条路看过去 果不其然 支架女出现了 紧接着方向盘一转 车静止开向了右边 男主惊呼一声 发现方向盘和油门都被支架女给控制了 而坐在驾驶座的部长 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 眼看着车不停地开往悬崖 男主壮着胆子去扒拉那只手 可怎么也扒不开 很快车来到悬崖边 而奇怪的是 刚才还全速前进的车突然就停了 部长也终于清醒过来 回想起站在路边的支架女 部长似乎明白了什么 支架女一直在路口出现 但是又不伤害这些人 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被人遗忘 男主听完若有所思 他问部长 现在他的朋友和妈妈怎么样了 部长回答 他们现在都和普通人一样在生活 听到这个答案 男主如实重复 之后男主再次见到做做目 他已经恢复了正常 这个故事来自毛骨悚然撞鬼经2012特别篇 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 甚至觉得自己无法迈过这样的坎儿 于是开始打退堂鼓 就像男主一样 因为想逃避和他吵架的前同事 所以才跳了槽 来到新公司 遇到这种事 再次让他产生了退役 可正如部长一样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坚持了下来 才一步步走上了高位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蹴而就 坚持才是取胜的法宝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